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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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刘章手下做事 当时刘章错看了 刘备本想借刘备之力抵抗张鲁 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 他不但没能借刘备除掉张鲁 反而还被刘备盯上 眼看刘备是强 刘章为了让一周百姓免遭生灵涂炭 选择了投降 如此 在刘章手下的李淼 就成了刘备的部下 但他不满了刘备 私底下说过许多刘备坏话 刘备刚得一周 为了收服人心 显示自己心凡人意 体恤降领 也没跟他计较 后刘备兵办孙权 回来后不久一命无辜 托诸葛亮被托公大臣 辅佐刘产 诸葛亮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诸葛亮一心要完成先帝一制 制定了北伐的大计划 朝中人有人支持诸葛亮 也有人反对 觉得他不该北伐 李淼就是反对派 但是诸葛亮是当朝丞相 又是托估大臣 权力鼎盛 他想做的是没人拦得住 结果诸葛亮六次北伐 全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次 自己还把命搭了进去 所以诸葛亮死时 李淼大笑着说道 苍天有眼 蜀国 有救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是李淼是站在一周人的立场 替蜀国军民考虑 当时三国鼎立 刘备在蜀建汉 曹操统一北方 孙权占据江东 这三国中 蜀国可是说是人口最少 国力最弱的一个 当时魏国有443.28万人 军队士兵为20万 蜀国的人口仅为94万 军队约为10万 吴国有230万 军队约有2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诸葛亮应该休养生息 韬光养晦 等来日兵强麻壮 再找吴魏两国算账不迟 可是 他一心只要北伐 完成先帝一致 不顾黎明百姓 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手下将士征战之苦 他此举是为了蜀国 也是为了给予显示自己的能力 在自己有生之年建功立业 名垂青世 所以 李淼站在蜀国军民的立场上 反对诸葛亮北伐 无奈诸葛亮位高权重 他的意见不起作用 等到诸葛亮死了 李淼觉得 蜀国军民不用再如此 劳民伤财 受征战之苦 所以大笑感叹 李淼说了真话 但是也付出了代价 因为辱骂诸葛亮 他犯了重怒 被刘禅赐死 也是可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边的诸葛亮 类证到这样报导